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在这个金色的季节,厨房里传来了,轻柔的搅拌声。 一位帽蝶老人正沉浸在她的烹饪世界里,她的拿手好戏是一种让人闻香下楼的,传统小吃红糖面团。 在这个季节,这道小吃不仅仅是为累的享受,更像是一种温暖的传承,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美好桥梁。 一切从一碗红糖水开始,老人家用稳健的手将红糖与白糖按照古老的比例慎重地混合,然后轻入沸腾的热水中,搅拌至完全融合。 红糖水,它不只是甜味的载体,更是岁月味道的见证。 两颗鸡蛋加入糖水中,轻轻打散,与汁完美融合。 接着,老人酱心独具地撒入一把酵母粉,糖水中的酵母渐渐苏醒。 像是古老配方中的秘密催化剂。 面粉被老人均匀地撒入另一碗中。 然后慢慢倒入调制好的红糖水。 每一粒面粉都在糖水的滋润下开始膨胀。 粘合,形成了一团团像引朵般揉。 软的面团。 食用油的加入。 给了面团更多的细腻和韧性。 随着老人那经验丰富的手法。 面团被揉得越发光滑。 它在厨房的灯光下闪着淡淡的光泽。 如同老人那温暖的笑容。 面团静静静地躺在碗中。 被保鲜膜轻轻覆盖。 醒发的时间仿佛也是一段沉淀。 25分钟后,面团已经饱满如初。 老人轻轻在其表面戳了几个洞。 放入小苏打和清水,再一次揉合。 让面团的质地更加柔软细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 Sei Rivers 因为我彩鼻卜は几着后好了。 可能不如当切 march河绘的图画。 并素色尽不紧有那个fatherícios、 必须在一起, 并不是故障的那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次发酵的奇迹 蒸锅中的水沸腾起来 面团在蒸汽的熏陶下 慢慢变得更加饱满、细腻 15分钟的蒸制、5分钟的焖煮 面团在每一个细节上都透露出 老人的酱心毒硬 蒸锅中生腾出的不仅是热气 还有那浓郁的红糖香让人忍不住 深吸一口 小小的面团已经变身为金黄诱人的 红糖磨磨 其上散落着红枣碎和葡萄干 更增添了几分诱人的四子 每一口都是甜而不腻、香而不浓 带着淡淡的酵母风味和红糖的古朴甜香 这不仅是老人的拿手绝货 更是一代人对美好生活记忆的传承 在这个秋天让我们跟随老人的步伐 一起品味这份来自心灵深处的 甜蜜与温暖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